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第32期中文学习影片 上一期影片,我介绍了回忆的原理和如何高效的回忆中文单词 今天我介绍记忆的另一种形式 黑暗记忆 为了更好的解释什么是黑暗记忆 我会给你先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为了保证实验的公平 我选择英文单词作为实验的内容 实验很简单 这里是六个英文单词 请用六秒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些单词 在影片的结尾 影片的最后 我会公布实验的结果 我们之前所有介绍的记忆都是光明记忆 光明记忆的特点是你知道你记得的事情 比如你第一次和女朋友约会的地点 你第一次初吻的时间 初吻的意思是你第一次的接吻 有很多事你记得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这个很奇怪啊 我记得 但是我不知道 是的 所有你记得 但是你不知道你记得的记忆都是黑暗记忆 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记忆的存在 但是它们却长久的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比如 The Chiffon乐队曾经在法院起诉了Beatles乐队的George Harrison 因为George Harrison的My Sweet Lord和The Chiffon乐队的His So Fun旋律完全一样 当然因为版权的原因 在这里我无法向你播放这两个歌曲 啊 版权的意思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权利 但是你可以自己在YouTube上搜索My Sweet Lord和His So Fun 看看他们的旋律是不是一样 后来George Harrison对法官说自己并没有抄袭 但是承认自己在创作My Sweet Lord之前 听过The Chiffon的His So Fun 后来法官认为George Harrison的抄袭并不是故意的 而是因为黑暗记忆 法官认为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比如我们反复听一首歌后 我们自己也会唱这首歌 或者模仿它的旋律 那么黑暗记忆的理论是否适用于语言的学习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回到影片开始的那个实验 请检查一下 这些单词中是否有你之前看到过的单词 好的 是这两个单词吗?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 请添写这些失去的部分 也许你可以很容易的添写它们两个 但是对于另外两个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为什么你会觉得前面两个单词很容易? 是因为你已经形成了黑暗记忆 只需要这个小小的实验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启动黑暗记忆 我是如何用黑暗记忆教中文的?我的short短片 你可能发现在你每次看完长影片后 我会上传一些短片 这些短片对你来说感觉非常容易 是因为短片的难度下降了吗? 不是 恰恰相反 难度增加了 恰恰相反的意思是完全相反 不一样 因为我加快了说话的速度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更容易了呢? 答案是黑暗记忆 当然短片还有一些其他作用 我会在下一期的影片中介绍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关于记忆原理的全部内容 我们用五期的视频讲完了 如果你看完了这五期的视频以后 还是记不住中文单词的话 一定是有些东西影响了你的记忆 下一期影片我们将介绍一下影响我们记忆的这些东西 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好了 再见 下期见 好好休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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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